科技大厂索尼传出受到中国低价手机的倾销 索尼可能会退出低价手机市场 甚至下坎销售量到4000万只 今天索尼在推出新产品的时候 表示确定不会涉入低阶市场 但还是会耕耘中低阶市场 左闪右闪得分 号称最轻薄的防水平板电脑Xperia Z3 结合遥控功能让民众走到哪玩到哪 这是索尼新推出的竞争胜利军 跟其他的竞品最大不一样的时候 它又轻又薄然后又具有防水的功能 不管说它在硬体 不管说在音乐 不管说是在照相 或者是最重要的游戏娱乐上面的体验 都超过我们其他的竞品 另外外传索尼可能在第二季财报时 下修年度小量 甚至退出低阶手机市场 原因就是不想与华为 联想小米等中国机竞争 而专攻欧美日高阶智慧型手机市占率 对此Sony表示 Sony Mobile集团上面会比较偏重在高阶市场 但是并不表示说我们在中低阶市场就完全不经营 目前据我所知道的 我们在中低阶市场还是会有 那我们完全不涉入的是在超低阶市场这一块 是Sony Mobile不会涉入的 我们还是希望在不同的价格带 让不同的族群使用Sony Mobile的手机 Sony曾在7月时将全球手机销量从5000万台砍至4300万台 如果日度砍销量可能会跌破4000万台 公司未来经营策略备受关注 新唐人亚害电视卢天长张勇游 台湾台北报道